台中市警察局为配合警察广播电台中令救机,雪中送炭,慰问贫护。 今天由警察局长王耀林会同了割管区的警察人员,携带了棉被、石米和现金,全天展开慰问贫护的工作。 他们今天一共慰问了70户平民,其中20户一击的平民,各送送棉被一条,现金500元和百米两斗,另外50户二击的平民,分别送给他们棉被一条。 在天寒岁末即将来临的春节前,警察人员这种雪中送炭的一举,使贫护们充满了温暖。